11月10日 刘兰雄开记者会 回应财产分配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最近 刘兰雄被报修改遗嘱 把大部分财产留给了前妻和子女 而甘比则只能分到一小部分 刘兰雄还被指投资恒大亏损500亿 甘比也亏损200亿 不得不卖掉艺术品还债 刘兰雄对此十分愤怒 认为这些都是吕立军散布的谣言 目的是要破坏他和甘比的感情 刘兰雄紧急召开了记者会 驳斥了这些传闻 他说 他的财产早已安排好 是否会改变遗嘱 要看甘比和子女的表现 而不是听信外界的说法 他说 他投资恒大是自己的决定 不怪任何人 他认为投资有风险 有赚有亏是正常的 甘比没有亏损200亿 而是通过艺术投资 赚了200亿 他卖掉艺术品是因为价格高 而不是因为缺钱 刘兰雄还表示 从来没有见过恒大歌舞团 只是看过照片 刘兰雄还说 他没有换肾 不让吕丽金利用子女来分走 如今刘兰雄开机者会 对字你怎么看呢